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孙策收服了太史词以后 对他是信任有加呀 不仅分拨给他兵马 等回到吴俊以后啊 又让他担任了折冲中狼将 这个事过了没多久以后 传来了太史词以前的老板刘瑶的消息 原来刘瑶经过孙策这一通的暴击 再经过后来泽荣的叛变 心里长久不是滋味 觉得自己做人没意思 到哪都碰钉子 自己的身边不是敌人就是小人 看起来老天爷是存心不让自己好过了 于是想着想着就钻了死胡同了 钻了死胡同没多久就病了 病了没多久就死了 要说刘瑶死就死吧 虽说你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人 但至少孙策是不会给你送花圈的 刘瑶去了以后 他手下军队的去向问题 引起了孙策极大的兴趣 虽然刘瑶的确是被孙策击败了 但刘瑶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很多年了 算是本地户了 手下的兵马不少的 被孙策打败以后 稍使稍使残兵败将 算起来有一万多人 现在刘瑶想不开 憋死了自己 他的儿子还很幼小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一万多的士兵是没有去处的 这一帮子人 处理得好 可以成为自己军队的一部分 处理得不好 那可能就会成为另外一支劲敌了 其实在豫章的那些人 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一万多人群龙无首啊 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吗 于是乎大家伙碰个头 一起商议了一下 觉得应该推举当时的豫章太守 刘瑶作为新的老板 令扬州刺史 带着咱们继续干 刘瑶 自子瑜 是当时的名士 曾经拜太尉陈囚为师 与卢职郑玄他们 算是同门师兄弟 如果按辈分来论的话 刘备还得管他叫师叔呢 他可是一个公认的保学之士啊 当时与另外两个名士 管宁 丙元 共称为翼龙 画心是龙头 丙元为龙身 管宁为龙尾 说到这儿 也许有朋友想起来了 哎对呀 这个画心 在小说里面 可是一个唯利仕途 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小人呢 写头 你怎么把他说得 好像这么高大上啊 嗨 您不是也说了 在小说里面 他是这个形象 可在历史上 他是另外一种人 这个人 有见识 有谋略 是公认的 有才之人 而且还成为了 后来曹魏时期的重臣 画心的故事 在三国翻外篇里 详细地为您讲 好了 豫章的那帮人 搞了个碰头会议以后 一致同意 退举画心 为咱们的新的带头大哥 于是 他们派了代表 向画心 去宣布这个选举的结果 可是 画心却坚决不干的 他是有谋略 但这个人 同时也没有野心 胆子也不大 他拒绝的理由是 没有朝廷批准 不能擅自行事 其实这就是托词嘛 到了这个阶段 实际上谁都知道 此时此刻的朝廷 是个什么玩意儿嘛 画心本来就不是迂腐的人 他这一点能看不出来 他心里盘算的是另外一笔账 道理很简单呢 我要是当了扬州刺史 手上有了兵马 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吧 首先第一条 就得和孙策对抗 是不是啊 可问题是我打得过孙策吗 不可能打得过呀 之前这么多猛人牛人 孙策都一一拿下了 我画心算个啥呀 了不起就是一读书人嘛 哦 既然打不过 我为啥要做这出头鸟啊 我傻呀我 我好好地过我的日子 读我的书不好 非要去当这个人肉盾牌呀 于是军事们派出的代表 在画心府前 前前后后少了一个多月 可府里的画心就是不答应 打死我也不答应 最后这些军事代表们 只能哭着鼻子 失望而去了 孙策那边很快就探知了 豫章郡内的情况 知道刘瑶的旧部 无处依附了 而且画心不肯当这头了 孙策很高兴 成啊 你不想当 正好 那老子我就把你收编过来好了 于是他就把太史词给叫过来 就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太史词来了 听见孙策给自己布置的任务 就说了 刘瑶连打败仗 士兵们一直都有些动摇 说现在还有一万多散兵没有归宿 要是抓住时机 我是能替将军去安抚他们的 我相信他们是会来归顺的 可是我自己说这种话 很不合适啊 太史词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不管怎么说 我是想替孙老板你去完成这项任务 可刘瑶是我的旧老板呢 让我去做这样的事 很不合适吧 你就不担心吗 孙策一听 立刻跪得端端正正的 古人席地而坐 这里的跪不是下跪的意思 而是像我们说的 坐得端端正正的意思了 他郑重地对太史词说 你说的正是我心里的话 非常合适 想那老刘也是个好人 以前和我闹摩擦 那是有很多方面原因的 但我始终是佩服他的 老早就想找机会向他解释 可惜现在没这机会了 你去了以后 找到他的后人 如果他们愿意跟你来 你就带他们过来 如果他们不愿意 你也务必要好好对待他们 另外还有一件事 顺便观察一下那个话心 看看此人水平如何 至于紫衣你想带多少部队去 你自己说了算 听孙策说完这番话 太史此心里又动了一下 这种信任 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于是他定了定神说 带十几个人去 就足够了 说完这番话 太史此就退下 去做准备了 他一离开 孙策身边的人就纷纷来提醒 说 此必北去不还哪 啥意思啊 部署门是说 主公你的心咋这么大呢 你让太史此去收编 他旧主公的部队 你这不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还吗 他肯定趁机跑路 不再回来了 把那边一万多人 撸为自己的部队 然后另立山头 聚地自首 这对于一个降将来说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听了这话 孙策还是满脸笑容 笑呵呵的就说了 紫义舍我 当父从谁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太史慈离开了我 想跳槽 他又能去投奔谁呢 说到这儿 真是不能不再佩服一次 孙策的哑量啊 确实 如果没有孙策这样的人主赏识他 太史慈离就算心里真的又想反叛了 他又能跟着谁混呢 太史慈也不是傻的 这种厉害关系 他自己会想的 太史慈收拾好了 要前往豫章了 孙策专门在昌门设宴 为太史慈建行 宴席之上 孙策紧紧握住太史慈的手 珍重道别 盯着他的眼睛 问他 你这一趟去 估计什么时候 可以完成任务回来 太史慈也盯着孙策的眼睛 郑重地回答说 不过六十日 听完了这话 孙策点点头 把太史慈送走了 太史慈一走 孙策的部下 又在叽叽喳喳的议论 说这是放虎归山 施策呀 这件事啊 主公做得太草率了 孙策依然不以为意 对他们说 你们是不了解子役这个人 他虽然有勇有谋有胆识 但绝对不是无法无天之人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 守承诺的人 他答应的事情 是一诺千金 对知己 必生死不相复 一旦和你成了朋友 这辈子就会跟你到底的 大家不必多言了 只管等着好消息就是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 在承诺的期限六十天之内 太史词果然回来了 带着他可爱的漂亮胡子 和一万多新收编的部队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大家这一回没话可说了 既欣赏太史词的为人 更佩服孙策的看人眼光 和容人的哑亮 看见太史词回来了 孙策就问他 华欣这个人怎么样啊 当时太史词是这么回答的 华子于良德也 然非仇略才 无他方规自首而已 这番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华欣这个人啊 算是个品德高尚的人 但是没什么真本事 别人不听话 他也只能干瞪眼 这种人啊 看看自首就算了 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的 太史词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去到豫章以后 发现这么一件事 有个叫同知的人 看着这话心不成气候 于是就在庐陵等地方 挂牌另立政府 天天对着媒体叫嚣啊 说咱们已经高度自治了 不受那个什么 豫章太守华欣的领导了 面对这种反叛的行为 这个华欣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别说带兵去评判了 搞到现在连个声明都没有啊 所以啊 太史词材下结论说 这个人人品优秀 能力却不突出 勉强自首还是可以的 你说要来打孙策 他是绝对没这个胆的 听到这种利好消息 孙策是搓手大笑啊 哎呀 既然如此 就不必担心化新咯 这个人是肯定不会主动来侵犯自己的 等哪一天空出手来 从容叫他收拾了就是了吗 取豫章 小菜一碟 现在嘛 我孙策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建安四年 公元一九九年 孙策终于开始着手 实现自己起兵时的梦想 那就是西征皇族 为父报仇 孙策亲自率领大军 沿长江逆流而上 到达了石城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安徽的贵池县 得知 当时的卢江太守刘勋 正率领主力 在海昏一带抢梁 海昏就是现在的江西凤新县一带 听到了这个消息 孙策心中一动 立刻下令 改变攻击目标 留下一顿人马 驻扎在彭泽 截断刘勋的退路 而孙策本人和周瑜一起率领两万主力 奔袭刘勋的老窝 晚城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 安徽的前山县 哎 这事说起来就奇怪了呀 孙策这一趟不是去打皇族 为自己的老爸孙奸报仇的吗 和刘勋有什么关系呀 说上来好像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 凭什么为他放下复仇大事呢 其实原因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刘勋的势力发展的太快了 快的超乎想象 开始让孙策感受到威胁了 这刘勋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 居然能让孙策这样的人物感到头大 难道不成 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吗 其实不是的 这刘勋能够发展的这么快 完全是误打误撞的 是运气塞给他的东西 他不要都不行啊 刘勋原本是袁术手下的一个 不太起眼的太守而已 他手下的卢将军呢 也不是什么富庶之地 但是袁术死了以后 刘勋进水楼台先得月 一拱手 就把他的旧布通通收编了 还把原家的家眷给扣下来了 除此之外 还收编了一些山贼啊 流寇啊什么的 这样一来 手下的兵马突然就多了 一下子就崛起成为了一股 不可小看的力量了 对于这一点 恐怕连刘勋本人都没有想到 队伍扩充得太快了 卢将军一个小地方 无法负担了 军粮告急 所以刘勋只好派人到处借粮 不过这只是好听的说法 那年头地主家都没有余粮啊 谁都不宽裕啊 明知所谓的借就是肉包子打狗啊 还起来那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谁愿意借 正好这个时候刘勋的堂弟过来了 给他带个消息来说 海昏一带的豪强手中啊 还是有粮地 咱可以出其不意抢他们一把 反正他们手上的粮食 也未必是干净的 出现了这种状况 孙策当然是很担心的 一旦刘勋手下有兵有粮了 那么自己去打黄祖 侧后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果一个不小心 自己打黄祖的时候 刘勋真的掏了自己的老窝 那就是腹背受敌 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还真就不是复仇了 先得把刘勋搞定了再说 好吧 刘勋的崛起 既然是和袁树的死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让孙策稍微地休息一下 打了这些年了 他也累得够呛了 先让他喘口气 我们抽空回头 看看他的旧老板袁树 这几年在折腾什么 怎么折腾来折腾去 反而把自己给折腾死了呢 下一次 截至为您说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